21年的时候落过一次了 是在我们客厅这个位置 这边墙这个位置泡过一次了 因为邻里邻居之间 我们第一次也就说 让它稍微修复一下就算了 然后现在这次又漏水 在这个阳台 就是客厅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卧室 然后把这里隔掉了 等于说这里住着一家三口人 这里隔掉了分死了 然后这里加上这个卫生间 住着一家人 然后他把三房两位改成了五房五位 他们楼上住的是五 我对我了解是最少最少 十来口人 赖女士家在杭州前堂区的 东海柠檬郡小区 位于七楼 套内面积116平米不到 客厅吊顶旁 能看到挺大一片漏水痕迹 打开一个柜子 里面木板发霉了 赖女士说是前年漏水导致的 我就希望她把原来这个 就是说多加的一些卫生间 因为又抬高嘛 肯定已经时间长了 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家楼下的 因为我希望她把它拆除掉 完了之后 把我这些漏水的地方修复好 其他没有要求 来到楼上这户的门口 大门开着 能看到进门 左手边是两个卫生间 踢脚线位置 有不少墙皮脱落 电闸处有五个电表 赖女士现场联系了楼上的房东 我说现在你们怎么搞的 人弄得这么大 我住了她 你这东西我不是弄得这么大 我打电话她也不接 我微信了 昨天也骂她 我爸误意 我说你她你管得批 我说你你怎么批的 我说你到底又没有谁 坚都 那她不过来 我也没办法 我就骂她 我又我以前的核酮 清活五年 我又不能收回来 那房子是我是对啊 我是第三方啊 甲方乙方你懂啊 按照房东徐先生的说法 房子是租给一位二房东后 对方改造的 装修是如何审批的 记者也问了物业 她报的是减装的嘛 就是说她不动承担部分的话 只是隔 那是属于减装范围内的 我们去的时候呢 她这个房子 她是没有改造一层间的 她拿到我们到现场去验收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两千块钱的装修押金的 她都没改过 但是后期呢 她可能入住了 那个觉得不方便 那后期又改造了 但是她没到我们这边来报备 她不报备 她又不会没有大动作 可能邻居也没发现 赖女士说 他们在这里住了大概十年 近两年才发生了漏水 楼上装修的动静 她之前没有发现 现场赖女士也尝试联系那位二房东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其实我们不能长楼到她里面去 我长楼到里面进去 那我最前当事人了 徐老板 这个房子他跟我说 21年漏过一次水 那21年到现在您有来看过吗 我在外地怎么来看吗 房子租给二房东 拿说难听点的 如果说二房东跑路了 那这个房子最终 那是不是你也得来处理 房子是你的 你有监管责任的 邻里之间 我跟你讲 我这是第一次跟你说这样的话 双方沟通的不太愉快 物业经理告诉记者 他们也贴过整改单 不过没法采取强制措施 赖女士此前也向住建部门反应过 二房东在外地 然后今天电话都打通 昨天电话打打 而连联系上 但是他后来打不去又不去了 现在我们也不能等了 因为那个业组也在反应 我们今天上午 跟领导刚碰好头 明天上午到现场去了 到现场哪个去发整改单 推进不到时候 整改单到期 他不配合整改 那么我们可以算提交 跟那个执法部门 他们会处理的 第二天 赖女士告诉记者 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 已经到场看过 他说套那改卫生间 那个位置 他们现在都有管道 等于说他管道留着的 抬高留着的 但是不属于为鉴 他现在等于说 他没有来住厕所 下一步该怎么办 赖女士打算 再想想别的办法 有白把黄剑记者报道 不属于 我根本就说